风雪肆虐 变幻莫测 从未阻挡人类 对未知的探索 对高度的超越 挑战极限的路上 什么样的装备 才能保驾护航 攀登 珠穆朗玛棚 不仅仅是对攀登队员 意志的考验 更是对装备的考验 南极冰盖是地球上 气候环境最严酷的地方 在那里开展科学考察活动 需要非常可靠的后勤保障装备 60年前 中国登山队攀登世界的高峰 大部分的装备服装都需要进口 从那一刻起 每一代的登山队员特别盼望 有一天能够穿上自己民族的品牌 实现颠碰的梦想 1998年那一年 我就深砖波斯登羽绒服 登上了世界之巅 那时候确实感觉到 穿上民族的品牌 是有多么的自豪 2019年波斯登推出登峰1.0系列羽绒服 助力中国登山队再次登顶竹峰 测得世界新高度 2020年波斯登助力中国第37次南极考察 为科考队员送力完成任务 取得多项考察成果提供了保障 今年非常有幸参与到登峰2.0的研发过程 通过实测提供相关的数据 深深感受到波斯登打造中国远创的坚定信念 这一次 波斯登与中国登山队 中国南极科学考察队 等百余位不同行业和领域的专家合作 历经730个日夜 500道制作工序 在珠峰 南极等极端环境下 完成五次实地测试 全力铸成中国原创 史上更强 登峰2.0 登峰2.0 专注于解决极端严苛环境下的保暖问题 将航空材料技术 首次应用在羽绒服务中 打造四重温控保暖技术 令保暖指数提升15% 强效抗寒 零下35摄氏度 羽绒的蓬松度和寒容量越高 保暖效果越出众 登峰2.0 采用北纬43度 黄金羽绒带 中国5A级珍稀鹅绒 全球限量供应 蓬松度可达1000蓬 为行业最高标准 鹅绒含容量95% 达到含容量的理论极限值 针对复杂多变的户外气候 登峰2.0 突破传统材料工艺 创新应用航空材料技术 在下摆 内里 袖子里 防风裙和贴带四个部位 加入航空智能调温材料 环境温度高时 可以吸热储能 温度低时 适逢热量 即使外界温度骤变 体感温度都能保持在 31摄氏度到33摄氏度 登峰2.0 针对在攀登过程中 关节部位容易跑绒这一现象 在1.0的冲绒结构上进行升级 首创多层立体冲绒结构 并获得国家专利 由原来的三层结构升级为五层结构 再加入一层纵向冲绒 容量增加50% 确保关节部位运动不跑绒 以出汗位置增加明条 隔绝湿气 可以让整件衣服保暖又透气 在面料的选用上 波斯登打破专业户外服装面料的核心技术 由国外垄断的局面 研发团队联合中国航空工业文化中心 将航空材料技术首次应用于服装中 成功打造出兼顾防风 防水 耐磨 轻薄 抗菌五大功能的3S面料 有效抵抗登峰过程中经常遭遇的强风和暴雪 综合中国登山队的登山反馈和极力实验测试 登峰2.0针对容易进风的头部 手腕 腰臀部等关键部位 在登峰1.0的基础上升级高效防风体系 实现360度无死角防护 波斯登在户外安全领域一直潜心钻研 项目研发团队横跨服装 电子 通信等领域 首次实现将中国北斗三号精准定位技术 应用在羽绒服上 为了使衣服更加轻便 贴身 舒适 从而使登峰过程更加轻松 登峰2.0通过3D人体版型扫描技术 百万亚洲人版型库结合实际登山体验 实现版型结构突破性改良 重量减轻20% 一场缩短15% 从而提升灵活性和舒适性 在极限的环境里面 身穿民族品牌的服装 内心感到无比的自豪和温暖 从登峰1.0到登峰2.0 波斯登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多项技术创新 为国家南极科学考察事业提供了更可靠的保障 新的探索之旅已开启 登峰2.0 在路上 波斯登畅销72国 与荣服规模全球领先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